前期节目我都看了 落选的九个选手 在我的脑子里是过了好几天了 在放电眼儿一样 到底选谁能参加这次的复活赛 我一定要慎重考虑考虑 你把那个前三期的节目再调出来 我再看一下他们前面的表现 其实他发挥的还是挺好的 怎么说落选在哪呢 就是旁边的两个助演 这个OK 这是上回我跟着演那个贵妃醉酒吧 游斌拍人的这个形象 他确实是明文之后 我觉得他还是比较有竞争力 好 就这五个OK 今天晚上这五位选手 各个伸手不凡 柏林一定认认真地 把最好的选手选出来 今天晚上的青春之歌 到着五进耳 这耳之声音 登陆卡 虽然我们过了青春期 青春之歌让我们相聚在这里 让我们更新感受青春和戏曲的魅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杨茜茜 杨茜茜茜 bunda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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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是笼的在山合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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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在烧烤店 哦 就是刚才他唱这段 就是一边唱着一边叫麦 那咦 那怎么回事 就是不小心烫了手了 那接下来我们的复活赛 就要正式开始了 好 我们有请我们今晚的第一位选手 来自河南大学国画系的研究生 赵文博 好 掌声欢迎赵文博 所以去年参加股约赛 私家两个星期五六 他演我说我唱得好 说我用实力 不过我也相信自己 有这份实力 在这次复活赛当中 虽然有很多唱将 比如说韩文飞 海陆瑶等 我一定能够马上 跳过马下 相信我的 老子 你离开 你不然得了 你不然得了 唱呼呼 吓了知不吐 吓了知不吓 吓了知不贷 吓了知不双 吓了知不吓 吓了知不吓 arat책事 吓了test 吓了知不吓 吓了知不吓 这刻在我的方 把我变静了 千古把手边关 为我赶唱了 江山满月光 江山脚灭 Gird lam Dai nam Dai nam 赵文博这一开枪啊 就充满了这个皇族的气质 赵文博去年还在河大 举办了个人的画展 而且我听说文博 今年有个新的打算 个人这个戏曲演唱会 我想把那个贾 贾婷剧贾老师 我唱的不是他的戏吗 让他能够请过去 给我助助阵 邀请贾婷剧老师来为你助阵 自己搞这张演唱会 那现在太多的年轻人 就是远离戏曲 远离我们的传统文化 我真的就是说 我不是想张扬自己什么 我就想就是说 能够让更多的年轻人 去跟真正的艺术家 大腕儿接触 就是说让他们感受一下 就是我们戏曲的魅力 到时候我们李渊春 我们都过去给您助阵好不好 好的 加油啊 一路走来啊 赵文博和我们主持人也好 和我们艺术家也好 已经结下了很深的情谊 特别是范君是吧 从去年他打类 范君做评委 所以两个人也因此 结下了一段这个 评委和我们选手之间 深厚的友谊 没错 所以今天文博还带了一份礼物 要送给范君评委 在今天就是排练的过程当中呢 我就抽了那么十几分钟吧 然后是给范君哥 我想象着 就是画了一个像 画得不像我 有点画得像三胖啊 你这没这帽子 我改得更像陈佩斯 陈佩斯又我长得好看吗 哎 这个我建议拿回去挂床头 看着看着就 看着看着就往这方面转变了 这会儿挂床头一定是笔线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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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这笔子这尊 哎呀 你看这尊要最大吃四房啊 还画得耳朵嗝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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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这句话画特遵是吧 把这个范君老师画遵了 实际上在文博心中 你就是最美的 永远这么年轻啊 带着我们欢乐 来 大家掌声送给文博 加油 来 送给张细线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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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那接下来 将要出场的这位选手会是谁呢 是来自教座艺术学院的一位美女大学生 卢瑶 我们掌声有请卢瑶 来到绿线街的舞台 说明了完成我奶奶的心愿 今天晚上是奉活之赛 这个故事非常残酷的 冰德影 我要是说的必杀子 别人选手所具备的 即将冰冰灭绝的 前所未有的 这门必杀子 故事可以一时绝对秒杀全场 匀 起来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 心无尽,我满腹,弯弯,弯弯 将一年初军中,愿在复杂 啊 比重是离 唱家庄老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什么样一个态度啊 奶奶是我忠实的粉丝 她非常非常支持我 不但是老师还是忠实的粉丝 忠实到这个什么地步 她是我坚强的后盾 坚强的后盾 怎么支持你的 跟我们大家说 她今天她已经78岁了 她今天专门过来在现场为我加油 来到现场支持你 来来来 奶奶在哪里 那今天亲自赶到现场来支持孙女的比赛 看到孙女在舞台上表现的话 您是什么心情啊 我特别高兴 今天呢 我到现场是 特别来给我孙女 周围 打起来 哎呦 你这一打起可不得了啊 你心真足 奶奶啊 你看我们这次搞这个大学生青春之歌的那台赛 我不知道奶奶在家里看了吗 甜甜想着看 你不知道 哎呀 只好是一播这个节目 我是甜甜看 又看又想看 不单说我看呢 我在公园里面 锻炼身体呢 和那些老姐们 到天呢 有了 他说 这个我可是不锻炼了啊 我说你能哪里 回家看李渊春的 哦 我说几个 几个算出现了 那你几个真真几件 李渊春改了 他说呢 今天小青年 还得进进进大碗 进进进好场景 越场越好听 越场越好的出来 就是啊 不单说老年人看 那些小青年们也都回家看看呢 他说呢 回家看看 俺去参加了 哎呦 就这 我回去 我跟俺孙女说 你接人会 也去报报名 去看看 去求求 去尝尝 我给你去 那孙女说我去 我说我给你去 就让我给他来了 给他来了 我一看 我也写几种 唱的都好 真好 九十 九十 锦鱼举隔去九十母坠子 哦 这奶奶是一位坠子演员啊 河南坠子 你奶奶有这方面的遗憾是吧 觉得都唱的 对 他觉得就是都是唱 玉剧的 没有唱坠子的 没有唱河南坠子的 他心里想的是 什么时候林元春能办一场坠子专场 你看 坠子比赛 这样啊 现在大家都已经知道了 奶奶是一位资深的河南坠子演员 既然说到这儿了 何不让奶奶给大家唱上一小段 好不好 他刚才 奶奶刚才可是说的比唱的还好听呢 那唱起来会是什么样呢 我都给你背好了 奶奶 你看 江源京大趟忙 肉重重忙 妈妈的把中包 埋怨之声 我叫你带兵 心里不少 也不该无聊 大事情 多安于陪我开口问 我俩把羊总包 问了一生 哎呀 这78岁的老人 一开口声如红中啊 哎 你看 奶奶78岁了 那个一朝一夕那个精气神 对啊 我觉得呀 你比人家情人还嫌情人 大家对不对 真是了不得了啊 哎 老人刚才说出了 自己的心声对不对 说特别遗憾 在这个舞台上 极少听到河南政治的声音 那今天咱能不能 满足一些老人的愿望 好的 我们现在马上举办的是 黎元春的一个全新赛季 怎么讲 河南追的大赛 哎呦 这就开始了 是吧 小哥 要满足一下奶奶啊 那得有选手啊 奶奶啊 你选一下吧 这个河南追的大赛 咱们做一个小型的 是吧 您看看这谁能参加 这次比赛 你挑挑选选 大学生也行 你找找看 现场你看看 哎呦 这些做的挺大碗 他们呢 来号唱两句都比我唱了好 哎呦 我挺出来了 奶奶意思说 大腕 那来PK一下吧 哎呦 我觉得这个主意特别好 明星这次专场 您还真是有眼光啊 你看三位取一行的明家啊 在这个舞台上来PK 哎呦 那得多好看啊 怎么样 三位 这老人家的心愿 老人家的心愿 我掌声欢迎一下 主意特别好 你好 我本来 我为什么非常高兴来到李延春呢 我一直每周都看 今天来这我特别激动 关键我做的不是点评 真是来学习的机会 真的一个演员呢 要学习方方面面的艺术知识 戏曲我特别喜欢 河南坠子 我就是年轻的时候 听过一段 十个大鸡子啊 有有有 有这段 但是我不知道能不能记住词了 解放军 新战士 小六和小辰 你看我 我看你 两个人可吃冷事 它们两个 翘桌那桌子上 是个大鸡子 看样子好想 遇到了沙文贝儿 你要是问着怎么一会心 你听我慢慢将来可别找尽 真没想到呀 柏林老师 胡老师 胡奶奶 您说说这个柏林老师唱得怎么样 对呀 点评点评 你也唱得特别好 哎呀 柏林老师 你过去是河南生去一团 你不让人出去了吗 对呀 太多了 唱的味可是不累了 我是那个河南郊区的 唱得真不错 唱得真到尾 真到尾 真好听 你看奶奶都流眼泪了 哎呦 奶奶好激动啊 你看 曲约都大家光流到这社会上 不管这老了呀 年轻了呀 都尽量的把曲约都学学 尽量都学学 你还想让谁学呀 奶奶 诶 周老师你来去剧本 来吧 周老师 来吧 周老师 来吧 周老师 这 柏林老师 刚才呢 如果奶奶这个叫坠子的话呀 应该是一个新创作的一个作品 我印象当中啊 二十多年前我在学校学艺的时候啊 经常接触这个鼓曲班的同学 听过这个坠子 我知道啊 老年间呢 还有一种坠子叫舞坠子 这个舞坠子 相比起来就唱得比较 台上叫火爆一些 这动作给 有一段我试不试吧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味啊 你看 把线子拉起来 把线子拉起来 上把拉唱 身那站那顶 他不拉呀 我管唱啊 你拉管听 反正都是实话 这管拉我管唱 你管听 你要我问我唱哪一段 我唱哪段 你都得听 那位要说我唱得不好 掌声欢迎下面唱的叫范君 你来吧 你这么一唱完范君还敢上来吗 开玩笑 要说我们仨里边唱的最正宗的 最能够有这个河南地道的这个味道 还给是范君 奶奶你说呢 你同意周围队长的意见吗 同意 同意 欢迎范君听闻 来 谢谢 不愧是这个周围队长的好朋友 周围队长还是很拖范君的底的 范君是著名的河南坠子表演艺术家 赵征老师的弟子 绝对得过真传的 学生 老人家我唱就 赵征老师 来一段吧 我老师唱的那个 赵老师的那双腔老太婆 那唱的一绝味正绝对好 你刚才说什么 你老师 对我老师 妞妞 妞妞 将来当年演唱 河南坠的 进过中南海 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演出过 为什么 你看她的土字 归音 还得利于我们曲艺 奶奶给她扎的功底 你看刚才唱的催派的韵味 那个土字 那个归音特别的准确 我觉得曲艺是你的基本 戏曲是你的滋养 把曲艺和戏曲相为结合 把我们民族艺术 星火带带详传的接力棒 接下去 共同努力 保证完成任务 好 卢瑶说了 她十次就开始 三次进北京演出 都是范军带着她的 一路看着卢瑶成长的 来吧 好我唱一段吧 接下来我们欢迎 老太婆 我点击着江姐的安慰 她妹妹的叫着 江姐我的好同志啊 老太婆 花根上面 老太婆 我说不可 再美好的 明天安定 白白地把江姐学情 教了几声 嗯嗯嗯嗯嗯嗯嗯 前几天上几档尾曾有凋零 言说是你调动工作要到山岸城 我盼你早日把那城外进 同甘苦共花难对地道正 嗯嗯嗯 孙奶奶怎么样您再点评点评 饭就是这段唱 我唱的真好 哎呀真是一字一句的 真是喜怒哀罗 算是长安 奶奶怎么样 您对今天我们这个小型的明星版的锥子大赛 您满意吗 满意满意 真高兴 早是有这几成人呢 有人学锥子呢 我真高兴了 你看您一说高兴 周伟队长 柏林老师 饭君 哎呀都乐开花了是吧 再给他掌声送给我们的老奶奶好吧 祝您健康 幸福 谢谢 再次感谢 欢迎朋友们回到由福森尿夜光明播出的黎元春青春之歌第四场复活赛的比赛现场 我们的节目也得到了金星新一代和小刀电动车的大力支持 第三位选手呢是来自中国戏曲学院的韩鹏飞 掌声欢迎韩鹏飞 学习难战就是人了 其中的酸甜苦辣真的让我感觉很难难难难 但是我依然会坚守在这条舞台上 因为我们享受内科的感觉 我坚负着我们这一组队员的众多 我希望周伟老师能够选我 我觉得我是一名有实力的唱将 我是一个不愿意自己失败的人 在这种复活赛里 我一定要求自己 所以他有能力 把我自己全面的战胜 能够闻 花娇琴 那边山上 啊东 啊东 东东东香啊 接着东西 谁呀开 打开下打开 啊一呀当呀开 开大开 啊一呀开 打开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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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呀开 那边呀开 打开开 以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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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抢 喜欢 所以 以嘞 去 主风在叫你笑嘀嘀 终止使命往海盗 爱你其中哪个月吹嘀嘀嘀嘀 嘀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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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嘀� 这些梦里打呀 又无情 爱也是 谁还是坐苗条啊 找一般游戏 水灵灵的打呀 双眼皮 水灵灵的打呀 双眼皮 打呀 谢谢 谢谢彭飞 我们的金奖类主韩鹏飞啊 韩鹏飞从参加这一季的青春之歌 就一直在提要求提愿望 她说她特别想在我们的舞台上 为大家展示一段升角的唱段 韩鹏飞唱升角 我从没看过 对呀 什么感觉啊 因为我参加青春之歌 我觉得什么是青春 我觉得青春就应该是 勇于的挑战自己 突破自己 我觉得青春两个字给予了我的力量 也给予我勇气 那么在这个舞台上 我也是第一次我想 大胆地唱一段小声戏 王老师的代表曲目 风流才子 但是恕我直言啊 一般这个戏曲的行当 画风还是很严格的 一般要专攻一个行当 才能把它做得很精 很美 很细 怎么会想起来 又想唱升角呢 因为我有一个梦想 就是我大学本科毕业以后 我想通过自己的努力 排一个自己 属于自己的毕业大戏 那么我想在这出大戏里面 我不单单要唱淡角 我要把升角和淡角融合在一起演 所以我在私下一直跟着老师在学习 我明白了 一直是为自己的毕业大戏在做准备 要学了一段升角戏 大家想看吗 大家想看吗 我们太阴 gamingamer boat 我们 Tay destined People 可是我未成全 啊 要离我成全 稍以愿 parse 我都要一遥 但至今 我听鼓励如鼓鼓鼻 我等彩带当头像 当铁鱼酒精投上 却在哪行举会在关 阿手 名之时秋谷羯鼠 将无法 你知的多久不时 比你一方 谢谢彭飞 彭飞才是第一次在这个舞台上 听到了观众为她的声含表演 所响起的掌声 得对是首秀声掘表演 我注意到了范君评委 看得最入迷 还一直跟着在唱 那您就先点评点评 点评一下 我觉得彭飞啊 他就是在弹卓上 他不媚 他娇而不媚 他不去卖弄 他在走人物 他学会了丧派的自乖嘴巧 他又吸收了严派 成派的韵味 他会取其堂 补其短 巧为永恒 我觉得彭飞在中国戏剧学院 也特别刻苦 人说戏是苦虫 不打不成 戏在哪儿 戏在就我们的心中 因为所有的艺术家 能呈绝的 能呈腕的 不吃苦上苦 方得人上人 我觉得他身上俱备 我觉得 难带艺术 好难 每天在学校 我觉得我的生活特别单调 练功 上课 其余的这些 我什么都不会 然后提到才艺的时候 大家都有多才多艺 我觉得我一下子就傻了 我什么都不会 但是我觉得 学习战决在台下付出这么多 我觉得在台上 我很享受这一刻 所以不管有多难 我都会咬着牙 坚持下去 我觉得多才多艺固然好 但是还有一句话叫 数业有专攻 专注对于一个演员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 好 来我们听一下周伟队长 这说明我选择 这个彭飞还是选对了 因为确实对他的 很多背后的故事 我不是很了解 我完全就是通过 他在以前比赛 这样的一个表现 最终选择参加复活赛 刚才他说了 他一个很享受 在台上演唱的过程 其实你在台上演唱的时候 我们也很享受 你知道吗 你不知道 虽然你今天穿着 这样一个生活的装束 刚才灯光一变 音乐就一响起 你在那个眼神 那个身段一到的时候 我们感觉一气儿 你这个人就活了 真的是活生生 站在舞台上 你的每一句唱江 每一个动作 每一个眼神 我们都可享受 蓬佩刚才一张嘴 真是把我惊住了 怎么嗓子这么好 而且他这个 一般有好嗓子 唱得好的 长得不一定好 对不对 一般长得好的 唱得不一定好 那你说的是其他举重 俩句不是这 像饭朽 像饭朽 唱得好 我能不乐意了 他说这两个 是我们两个人 你的说了不对 我就属于那个 长得好 但唱得不好 他就属于唱得比较好 长得实在是太不好 谢谢谢谢 诶 彭佩 你看三个评委 夸你夸了半天了 现在我得说你两个句 好 你以前只唱 《淡觉》也就罢了 你现在把声杭也唱了 你让别的演员怎么办 其实我下一段目标 是想学主持人 因为有好多 中国传美的大学 对对的 把咱俩的饭都给做 可以啊 来来来 给一个机会 现在接下来请您 与我们主持下一位选手 接下来这个选手 我特别熟悉 是来自于河南大学的 我的队友丁龙华 对不对 王大师吧 对啊 还有呢 主持人那是 掌声有请还有 对啊 下面我们掌声有请丁龙华 上次参加完之后 我觉得自己很开心 不然接受他一样 但是我觉得这个过程非常重要 我是唱歌里面唱起唱得最好 唱戏里面唱歌唱得最好 通过一次次的努力 我觉得自己变得越来越强大 我要向完美出发 笑话唱得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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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孔啊 四孔啊 我与你温乎 我悲起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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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你爱梦醒一场空 一场空啊 老年啊 啊 为什么要我走不行 命令的 你对我缓缓太不顾 太不顾 太不顾 太不顾了 我觉得丁龙华现在在和大学的是歌剧 歌剧 但是丁龙华和这个戏曲很小就结缘了 你也给周围队长和他的两位帮手老师介绍介绍自己 介绍介绍 我学戏曲的原因是因为我的妈妈 因为我妈妈跟我爸要结婚 然后我爸不喜欢让我爸唱戏 然后我就继承了我妈妈要所以才唱戏 就是你妈妈和你爸爸结婚 你爸爸的条件是你妈妈不能唱戏 然后你妈妈就真的不唱戏了 对 爱情的力量是太大了 后来你爸爸唱戏了 爸爸没唱戏 但是女儿唱戏 女儿唱戏了 总之有传承了对不对 你告诉大家学了几年 学了五年 但是学的不太好 你五年就是大概多大十几岁 十二岁 十二岁进一校 专门学习戏曲 学了五年 那也了不得 你看 那个时候特别有记忆 十二岁到十七岁一直在学习戏曲 我觉得这个基本功 一定算是打下基础了 那就这样 我们让丁龙华给大家展示一下 他从小练起的这个戏曲的基本功 好不好 走 丁龙华 朝天灯 我看着都晕了 还有还有什么 我记得上一次打类的时候短片上啊 您那个手绢功 现场在宫表演个手绢功 我展示板有个要求 希望三位评委老师跟我一起学 可以吗 我们提这个要求 我 大学生朋友 你们同意你们的校友的提议吗 像我们 我们这样 我们分下工吧 好 我来学手绢 他俩学扳腿 好不好 队长就是高啊 来 我们先来认识看一下啊 好 手绢功 增加难度了 漂亮 继续 注意了 又要增加难度了 哦 哦 一边扳腿一边玩手绢 破肩 哦 好 周围 周围评委 看到了吧 一边扳腿一边玩手绢 我 我能收回一个 这个 这太难了 这个 来吧 今天我们大学生朋友 发出这样的邀请 我们试一下好不好 来点简单的 大美老师 哎 这太难了这个 哎 可以啊 可以啊 不错不错 哎呦 还剩带呢 哎呦嘿 哎呦哎呦 不错 加油 再来 哎呦 太准了 下面饭君来扳腿 来 我我我 周围刚才啊一看就有基本功 嗯 大家知道吗 早年啊 他在饭店擦过玻璃 哈哈哈哈 还是俩手段擦的 知道吗 要不老板不给吃饭 哎 来来来尝试一下擦玻璃 来 看就这样了 我知道你玻璃擦得也不错 哎你看 可以啊 哎 哎 呦呦読 哎 敲着深段 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 这么好的画面你都给破坏了 过间行吗你 parachute 过个尖 增加一个难度 你比我还专业了 什么叫过尖 你来演示一下 小妹妹来演示一下 咋叫过尖呢 这傻的不就过尖吗 这个你尖尖过去了 这位队长来一个 有点妙间这个 谢谢老师 两位老师对我的热情 是不是觉得更自信了 更放松了 这会儿就彻底放松了是吧 其实所有的我们的评审老师 都特别希望 我们年轻人在舞台上多历练 希望和你们成为朋友 希望通过舞台上也多宣传你们 多宣传我们的戏曲是吧 是我们大家共同的心愿 所以继续加油努力吧 大有希望是吧 好 再次感谢丁龙华 来 谢谢一下 谢谢 谢谢 欢迎朋友们回到由福森尿夜 光明播出的 黎元春青春之歌 第四场复活赛的比赛现场 我们的节目也得到了 金星新一代和小刀电竹车的 大力支持 接下来我们要请出今晚的最后一位选手 他是来自中国戏曲学院的刘斌 掌声欢迎刘斌 能够登上黎元春的舞台 是我自小的梦想 这一次来参加这个副赛 带来的是一种收莫和战斗 黎元春日给我提供一个 展现我平时所学 甚至大家不曾听到的唱算 只要有这样的经验 唯一会争取的华国 今天呢我用200%的力量 把马太的剧目完美的展现 总决赛到够 我们。。。 作词! 成功! 作曲! 继续! 成功! 山! 和战斗! 成功! 作曲! 赵 viu! 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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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飘如人 偶大的母子更乾坤 上上帖著 吞那魂天后 都市鬼友 水了香 如53歲 就會恨恨 我的歲月在交城把我而問 小阿諾猜 她幫我處處 有她的作感 把她演講 住在河東啊 有家門 將命不夠 是她前任 她本是那首歌的日子 有眼睛好朋友 走路路上海人 不會有 我們是她的故事 啊 哎呀 謝謝 謝謝 劉冰 來 謝謝 劉冰 哎呀 這得到的馬派的馬老師的真傳呢 就是一樣啊 劉冰的從一道路可以用這個四個字來概括 就是詩出名門 別人經常說呀 說劉冰是湖北襄陽人 在北京唱玉劇 我覺得呢 第一 得感謝我的母校中國戲劇學院 如果不是中國戲劇學院聘請我的這個老恩師啊 92歲高齡了 去親自授課的話 我沒有這個機會接觸到老師 第二呢 得感謝黎元春 如果不是自小啊 看到黎元春這個節目 或許一個湖北的小孩就會從事別的行業了 這一點 我覺得作為一個湖北襄陽人 我一直說 我跟河南是很近的 大家可以翻翻中國歷史 在三國時期的南洋郡 襄陽就給南洋郡管 實際上在三國時期咱們還是撈響了 剛才你看劉冰他說的 學過金劇 拜了詩 學了玉劇 拜了詩 但是現在正在從事的還有另外一門藝術 對 這個藝術呢 是我自己沒有想到的 同樣還有一句話 一個湖北人 學了北京的唯一地方戲 北京曲劇 我覺得這一點呢 也是比較特殊的 當你說你會這個 會那個 會這個的時候 我們的評審也露出了懷疑的表情 真的這樣嗎 周圍隊長 您推薦一個考官吧 現場來考一下我們的劉冰 這個就不用我推薦了 肯定大家公認的這是范君啊 這是范君啊 這是范君啊 你剛才那個歡迎是北京曲劇是吧 對 北京曲劇的大家 魏喜闺先生 是 洋乃無魚 小白菜 對 你再來兩口 那我給大家來一段吧 叉曲兒 隔壁市 既然人唱小白菜 定然是 花容月貌 猶如仙女夏天台 就是這麼個味兒 這一段唱的真不錯 跟我比 再有三年就趕上了我 看的還真行啊 真有味兒 真有味兒 還會什麼呀 那我一直聽說呀 咱們河南有曲劇 其實跟咱北京曲劇最大的區別是什麼呢 第一是語言 對 就是它用的是 河南話 這個北京曲劇用的是北京話 北京話 我知道范君老師 她曾經把一首非常美好的歌 大家伙都會唱 村裡有個姑娘叫小芳 嗯 我據說呀 我說范君老師 這段也特別特別好 它都改編成了河南曲劇 有這事 我今天呢 說實話 我說PK呢 有點大 我就跟范老師 您交流交流 不是 改PP改KK 我們就 我登陸你 我想呢 范君老師啊 用 河南曲劇來演唱就有點小芳 嗯 我呢 用北京曲劇來演唱就有點小芳 我希望大家伙給我打打節奏好嗎 好 好允許 不用不用 我給你墮住墮住 有了 不是你那個 登格的格的格當 登格的格的格當 城裡有個好姑娘 長得年輕又漂亮 她身材好啊 相貌也好 你看我一開刺的 來成功給你弄一段 走 你 村裡 有個姑娘 她的臉子叫小芳 怎麼呀 好看啊 可是那個多善良 一雙美麗的 夜夜夜大眼睛 一條鏈子 出了 哎喲 我的媽呀 走就能摸唱啊 我和范俊老师啊 共同以马派和长派 共同演唱一段武士琴音 好 来吧 呼听吧 我的孙孙啊 一声啊 请口汤里走出来 我学学慌慌 今天是老神受担心 养不怒 牢牢稍稍稀营营 我这腰不爽 腿啊腿不疼 向王爷 风不是个成熟心 行王爷 怎么是个成熟心啊 谢谢 谢谢 今天我们的戏民朋友算是过了瘾了 真的 我得谢谢刘斌啊 因为自己的多才多艺让我们建设这么多 对 我今儿是来考考官来了 不管你们俩谁考问谁 我们大家是跟着过戏 是的 是的 谢谢刘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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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这是周围队长的这个智囊团 待会儿你们将行使全力 为我们的五位复活赛的大学生选手来打分 欢迎大家回到《柔福尊耀夜》冠名播出的 林元春青春之歌的第四场比赛复活赛 我们的节目也得到了 金星新一代和小刀电动车的大力支持 好 接下来我们到了非常关键的打分环节了 我们掌声请出我们的五位选手 是否建议 一股清新的气息扑面而来呀 五位 请现场所有的观众做好准备 你们每一位都是我们最神圣的评委 我们将根据你们的打分 分数最高的一位直接加盟周围队 分数最低的一位将失去晋级复活的资格 还有三位 我们将有请周伟队长和他的两位好友进行选择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就请现场的观众做好准备 我们为选手们打分 我们看一下五位大学生选手的总排名 我们来看一下排在第一位的韩鹏飞 直接晋级 恭喜韩鹏飞 恭喜韩鹏飞 加油 谢谢加油 好 你们分数现在目前在第五名的是丁龙华346分和卢瑶警差一分啊 第五名 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 因为在读大学这三年当中我一直唱歌曲 在戏曲方面就是不是很好 因为可能是就是唱歌里面我是唱戏唱的最好 唱戏里面我是唱歌唱的最好 所以我谢谢他们这几天对我的帮助 相信并祝福你一路不断的成长 谢谢老师 接下来这三位选手中还有一位会加盟周围队 没错 冲入我们的总局下 这个权力我们交给周围队长和你的两位好友 你们商量一下 同三位中选择一位 哎呦 说实话刚才那个丁龙华走了我心里不是滋味 我想我想说我真是没想到现在这年轻的戏曲演员真的不仅唱得好 而且都那么帅都那么漂亮这俩姑娘形象都非常好 你看作为我们在首都的唯一工作者我们也有自己的团身边的工作人员 就不说了那个赵文博一上的时候我就感觉像韩国那个影星啊 那个你比那个赵文卓帅多了 真的很棒 这两个小伙子也很好 我总体感觉呢今天呢五位选手 男的稍微强势一些 他们的功底功力和整体的表现 我认为稍微比女选手突出一点 这是我的个人感受 就建议周伟队长 对 从两位男选手进去一下 背后周队长做决定 我特别的开心 跟你们在这个舞台上共同分享 你们的激情 你们的青春感染了我 真的 你们三个实际我都支持 但是最后的选择权应该在周伟老师这儿 这个最后你们三个 不管谁下车都别恨我 要恨你们也知道恨谁 是吧 家也是在河南 周伟老师交友不慎呢 周伟老师 去北京找他 我跟你说我找你们俩来 本来是帮忙来的 因为说实话 你们都比我更专业一点 没想到你是给我挖坑来的 但是我们俩 老师我们俩的人缘好 我们不忍心伤害任何选手 这个 这样好 周伟老师 在您做出最后的决定之前 我们听听他们三保 他们还有最后要有什么样 为队长讲的 就像一句歌词里说的好 年轻没有失败 不管我们三个当中谁 哪两位下去 我觉得今天走到这一步 在一块 就是这么长时间了 都是有感情的 相互学习 相互帮助 通过这个节目 让我学到了很多东西 也让我认识了很多哥哥姐姐 他们对我帮助很大 当然了 如果我留下来了 我一定不会让周围队长失望的 我们有更精彩的节目 我一定不会让观众朋友们失望的 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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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周围评委啊 难啊 来 随便 我不挂帅 谁挂帅 我不复活 叫谁复活 谢谢 我不挂帅 谁挂帅 我不复活 谁复活 我刚才听刘斌这话词不太对 他怎么 歌词怎么着 我不挂帅 谁挂帅 这是马派的一赛 他不复活 谁复活 难道说你想当队长是怎么着 不是 想夺权的你 你那就是我呀 权了你 我就算歇菜了 是吧 他 你说对了 你说对了 他挂帅吗 他不要 下一回做点不一定是你了 我记得呀 上一次我参加蓝队的时候 就是亲爱的周围队长 所以这句话也表达了周围 评委的一种心声 我建议我们三个评审站起来 我们站起来的目的就是 智青春 好 为我们的青年朋友加油 也借我们卢瑶姑娘这个名字 一个谐音 希望你们都能够坚持 有这样的恒心 卢瑶之马力 好 最后 我觉得我们三个人 也是经过了反复的纠结的评判 我们也看到 看到大屏幕五个选手的打分 我们综合地判断一下 我代表两位老师宣布一下 我们也尊重名义 我们选择 下周同一时间 我们的四支禁旅 将汇聚在我们元春的舞台上 在总决赛中 冲刺我们青春之歌的冠军 让我们一起期待 下周青春之歌总决赛 再见 再见 传一周幸运走 传一个不幸远 让所有期待未来的不管 成青春做得吧 一起走上林远春的舞台 让所有人为我们的青春 感谢观看